这个躺在床上的男人刚睁开眼 竟看到一个壮汉挥刀看来 可奇怪的是 他没有半点惊慌 反而风轻云淡地起床穿衣服 友情无险地连连避开砍刀 仿佛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每一步 男人带着戏谑的笑容轻松制服壮汉 接着躲在柱子后看起时间 下一刻 一架直升机竟出现在窗外 士兵手中加特林疯狂旋转 倾斜出密集火力 眨眼间便将壮汉打正筛子 男人则等扫射结束 丢出飞刀正中士兵脑门 失去控制的加特林走火雾沙驾驶员 男人见状急忙穿上外套 在飞机爆炸的前一刻 撞破窗户一跃而下 不偏不倚 落在刚好驶过的卡车上 但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只见男人先听信步搬走在马路上 当机抢走一辆到期跑车 迅速离开 因为身后又有一对母女杀手追了过来 窗房随即展开激烈追逐 男人凭借高涛的车气 很快将其摆脱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庆幸 一辆巴士忽然呼啸冲出 剧烈的撞击让男人飞进车里 他脸上满是伤痕 生命已经抵达终点 可随着男人倒下 他竟再度回到床上 回到早晨七点整 手持刊刀的壮汉也准时出现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人又该如何破局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浮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动作区 044号档案 领袖水准 男人名叫罗伊 是三角洲部队的退役士兵 眼下正陷入一场 无尽循环之中 他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 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 但这一点显然没那么容易 因为加上刚才 他已经经历足足139次死亡 有刚解决完壮汉就被加特林扫死 有跳楼时计算失误 被卡车碾死 有被母女杀手抱头 有被剑客斩首 有被诸如炸弹人炸死 有被酷似自己的男人解决 有被一个变态杀手射穿身体 拖拽折磨 当然 每次死亡后 罗伊都会有所进步 他曾先下手为强 解决一对双胞胎杀手 可最终还是会被名为观音的女剑客斩杀 而罗伊也曾调查过这件事 在第48次循环时 他拿起公共电话 想要联系前妻解码 解码是顶级物理学家 在一个大公司负责秘密项目 可等电话接通 听筒里却传来解码老板维克托的声音 更糟的是 维克托告诉罗伊一个可怕恶号 解码昨晚摔断脖子意外身亡 这个消息让罗伊无比悲痛 但双胞胎杀手已经赶来 射出RPG 送他去下一轮循环 这便是罗伊这段时间的经历 年下第140次循环已经开始 这次他成功避开巴士 却没能甩掉母女杀手 对方眼看罗伊车技精湛 竟直接掏出榴弹枪 轰的一声向前方汽车炸飞 罗伊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对时间慌了神 好在他临危不乱 迅速使劲空旷厂方 驾车狠狠撞向母女杀手 碰撞前女杀手一个不稳 将榴弹枪送给罗伊 罗伊接过后也没有客气 直接下车将二人炸成碎片 作案这些 罗伊习惯性走进一家中餐馆 他之前每次摆脱母女杀手 都会来到这里 对接下来发生的事 早已了如指掌 罗伊先向服务员 要来两瓶白酒 紧接着 化老安全专家戴夫就会登场 跌跌不休地讲述起 自己的光辉岁月 而下一刻 剑术大师冯黛走进餐馆 静静坐在最后一个空位 不过罗伊对这些并不关心 只是在等待12点47分的到来 因为之前的140次循环中 他无论如何反抗 都会在那时失去性命 这次显然也不例外 随着最后一口白酒下肚 那些曾解决过罗伊 也曾被罗伊解决过的杀手 全部出现 整齐化一地取起手枪 罗伊满脸疲惫 招呼他们快点动手 不要浪费时间 只听噼里巴拉一阵脆响 罗伊被子弹打得仙疼百孔 在冰死之际 他忽然回忆起遥远的昨天 当时的罗伊还不知道 未来将要面临什么 从军队退役后 整日浑浑噩噩 沉迷九星 妻子杰马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选择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 在消沉多年后 罗伊发现自己最舍不得的 还是弃儿 于是他打起精神 来杰马所在的公司应聘保镖 试图挽挥二人的关系 杰马显然也忘不掉罗伊 刚见面 眼中便流露出难掩的喜悦 可很快又被复杂之色取代 只可惜罗伊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他注意到前方放着一台硕大的机器 顿时先生好奇 询问杰马到底在研究什么 但杰马自然不可能说出 如此精密的事情 只是告诉罗伊 自己已经在研究上花费五年时间 而且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实验 一旦出错 将会毁灭整个地球 罗伊对此不以为意 只当杰马在危言耸听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维克托监视中 眼看二人聊起秘密设备 维克托当即派出贴身保镖布雷特 企图将罗伊赶走 杰马明白拖不下去 只好先支开布雷特 而后趁罗伊不注意 剪下他一搓头发 就在罗伊发牢骚时 杰马提起自己前两天 寄给他一个生日礼物 希望罗伊能仔细研究 并嘱咐他 一定要找回曾经的强大与自信 这番话说得罗伊摸不着头脑 可他还没来得及细问 布雷特又带着两个保安气势 汹汹的走来 准备强行驱赶 杰马肩壮突然抱住罗伊 在他耳边默念奥西里斯这个名字 随后便转身离开 尽管罗伊仍是一头雾水 但他也不想爆发冲突 只好善笑着走出公司 与此同时 杰马被带到维克托面前 维克托已经看出他怀有异心 便用自己曾经的经历警告杰马 不要搞小动作 不过毕竟没有实质性证据 再加上研究还没有彻底完成 维克托也不敢对杰马怎么样 只能敲打一番将其放走 当天夜里 本性难移的罗伊再度来到酒吧买醉 还带着今天刚结实的金发美女 女人是个牙医 见面后主动投怀送抱 罗伊自然是来者不拒 而瞬间打得火热 情绪不断升温 就在女人离开的间隙 杰马突然打来电话 语气急促地表示 自己正在做一件疯狂之事 但无论如何 只希望罗伊能遵循本心 欢迎未落 办公室里的维克托突然切断通讯 显然 他已经决定对杰马下手 杰马也明白这一点 杰马拿着设备躲避 可酒色上头的罗伊 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带着金发女人回家彻夜疯狂 等他隔天七点准时醒来 陷入循环之中 随着回忆结束 第141次循环正式开始 罗伊忽然想到杰马说过的话 在桌子上找到被包起来的礼物 自开发现里面是一本神话故事 初中的主角正是奥西里斯 最后则附带杰马的留言 希望罗伊能一直向前看 然而罗伊还没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 猛然想起一件事 忘记躲直升飞机了 下一刻 密集的子弹便将他撕成碎片 好在罗伊已经习惯了死亡 接下来他一边躲避追杀 一边研究书里的内容 到了第144次循环 罗伊忽然发现 跑车上的氮气加速装置 借此成功甩开母女杀手 可因为车速过快 让他错过经常去的中国餐馆 无奈之下 罗伊只好走进一家地下游戏厅 在这里仔细研究杰马送的书 他发现奥西里斯 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 被弟弟社稷杀死 而后妻子将其做成第一个木乃伊 并成功复活 可即便如此 罗伊仍想不明白解马的用意 就在他苦恼时 忽然看到一抹熟悉的小小身影 竟是自己的儿子 阿乔 只见阿乔从一个黑石商人那里 接过什么 而后迅速离去 这让罗伊心中大惊 此刻明明是上学时期 阿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走上邪路不成 罗伊想到这儿 彻底坐不住了 一路尾随来到游戏厅 鼓起武器朝正在玩游戏的阿乔打招呼 阿乔并不知道罗伊是自己父亲 只当他是母亲的好友 哀求他不要告诉母亲自己翘课打游戏 而他从黑石商人那里买的 也并非违信品 只是一些游戏卡牌 这让罗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主动提议带阿乔去吃饭 而人刚走出地下室 罗伊个人发现 此刻竟已来到12点50分 这是他活得最久的一次 但为什么呢 此所间 罗伊灵光一闪 想起地下室里都是可以屏蔽信号的金属 顿时猜到那些杀手在跟踪自己 然而他刚想明白这一点 所有杀手已经追来 罗伊急忙转身抱起儿子 用后背借下所有子弹 弥留之际 他终于说出自己的身份 也看到儿子眼中的悲伤和爱 一时间 罗伊觉得 这一切都值得 而这次死亡 也是他最不痛苦的一次 随着循环再度开始 罗伊反手将壮汉制服 并问对方通过什么手段监视自己 但壮汉自然不可能说出 忧耐之下 罗伊只好自己寻找 他静止走进中餐馆的卫生间 脱光衣服研究其身体 却仍一无所获 忽然间 罗伊想到安全专家大夫 急忙询问他 如果要跟踪一个人 最好把跟踪器藏在哪里 大夫也没有隐瞒 带着得意的笑容告诉他 牙齿显然是不二之选 这可真是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罗伊猛地想到 昨天那金发美女 曾给自己做过牙齿手术 他急忙将大夫拉到卫生间 强忍疼痛 拔掉牙齿 果然在里面找到跟踪器 可还没等罗伊庆幸 那个酷似他的男人便找了过来 一枪送他进入第145次循环 这次罗伊干脆利落地解决壮汉 而后追上企图逃走的女人 逼问他受谁所顾 女人也是拿钱办事 犯不上拼命 当即告诉罗伊 是布雷特指示的一切 这下罗伊终于明白 原来幕后黑手就是维克托 他拔掉牙齿取出追踪器 首次占据主动开始反击 罗伊利用追踪器引来杀手 躲到暗处将他们一一解决 终于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在将所有杀手炸死后 他决定攻入维克托的公司 罗伊首次试图全速前进撞开大门 结果大门比他想象中坚硬一些 第二次他空中飞车进入院子 并藏在车里的煤气罐 炸死所有保安 可自己却被布雷特发现 一枪开始新的循环 接连两次势力让罗伊改变策略 他想起那个酷似自己的杀手 便将其解决后换上衣服 借助伪装成功混进公司 却在上电梯时 被一名士兵识破身份 因为罗伊没有带武器 最终再度被解决 等又一次循环开始 罗伊强先一步解决士兵 但布雷特又从监控看到这一幕 带来大批手下将他堵截为杀 到了第一百五十次循环 罗伊先是破坏摄像头 而后干脆扮作士兵 走出电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保安全部解决 终于来到公司内部 但女剑客观音早已等候多时 罗伊懒得和他废话 抬手就要扣动扳机 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 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死于一箭穿心 而接下来 罗伊才真正灵溃到观音的可怕 无论用什么武器 观音总能凭借身把灵桥闪避 迅速接近斩下他的头颅 或许是死得多了 等到一百五十六次循环 罗伊意外出发隐藏剧情 这次观音并没有解决他 只见维克托得意洋洋的 带着布雷特出现 原来他也是一名老兵 见证过太多的惨剧 所以决定研发能够改写历史的设备 这样就能修复过去的错误 不过这都是冠冕堂皇之词 维克托真正的目的 是借此掌控世界 解码也是因为识破他的真面目 才会想带着最关键的主舟离开 这番话让罗伊恍然大悟 明白那本书的含义 原来装置已经开始运行 而解码用一撮头发 让他变成奥西里斯 随着新一轮循环的开始 罗伊彻底理解解解码的苦心 眼下只有他才能阻止维克托 可镇守观底的观音 就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罗伊失败过太多次 清楚热武器没有作用 既然如此 就只能用齐人之道 他主动找上餐馆里的 剑术大师冯黛 看门见山请求对方教导自己 冯黛虽然对罗伊有些兴趣 但自己第二天就要去国外 没时间教学 可他哪里知道 一天的时间对罗伊来说 完全足够 就这样 罗伊正式开始学习剑术 他凭借特种兵的底子 再加上无限循环的设定 剑术突飞猛进 逐渐炉火春青 最终战胜冯黛 顺利出师 等到第200次循环 信心满满的罗伊卷土重来 他放下武器 从墙壁上拿出一柄利剑 这让观音露出不屑的笑容 只觉面前男人是在找死 不过他很快就彻底颠覆认知 二人刚一交手 罗伊便斩断观音的头发 而后如戏耍猎物般扮起鬼脸 气得观音恼羞成怒 疯狂挥出利剑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始终无法突破罗伊的防御 最终被罗伊反手洞穿复骨 失去性命 眼看观音落败 布雷特急忙举一枪杀来 但对于如今的罗伊来说 他也就是个杂兵 只听刷的一声 力剑精准刺进布雷特眉心 让他死前变成一头独角兽 这下罗伊再也没了阻碍 狠狠教训起杀害解码的维克托 看着面前恨意滔天的罗伊 维克托瞬间醒悟 明白罗伊就是最为关键的主轴 不过他紧接着又说出一件事 那就是杀手的目标 不单单只有罗伊 还有解码的其他亲人 这句话让罗伊大惊失色 他挥剑斩杀维克托 火急火燎地朝阿乔所在地赶去 可等罗伊来到地下游戏厅 阿乔已经被杀害 一时间他悲痛欲绝 挣扎着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响起剧烈的爆炸声 只见一团光幕迅速膨胀 将接触的一切化为积粪 原来解码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设备真的能毁灭世界 但这也证明了 无论罗伊怎么努力 最终都改变不了末日的结局 罗伊心中生起深深的无力感 他开始懊悔曾经的一切 如果他没有颓废 没有让妻儿离开自己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不禁地愧疚与自责 让罗伊开始自暴自弃 他双眼无神 麻木地躺在床上 任由壮汉用各种手段虐杀自己 只希望用身体的疼痛 驱散心中的痛苦 在经历了多次死亡后 罗伊忽然反应过来 既然末日无法避免 那为什么不试着做些什么 至少可以弥补曾经的遗憾 心念至此 他再度解决壮汉 加车来到地下游戏厅 抛弃一切杂念 痛痛快快地陪阿乔玩电子游戏 随着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 罗伊对儿子的了解逐渐加深 他也真正体会到做父亲的滋味 那种满足感 幸福感 是多少瓶酒 多少个女人都无法带来的 但越是这样 罗伊就越痛苦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知晓结局的人 每当游戏结束 罗伊都会带着精疲力尽的阿乔来到公园 平静迎接末日的到来 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第二百四十九次循环 这次阿乔没有睡去 而是提醒母亲 今早曾给自己打过电话 嘱咐他去寻找罗伊的保护 这句话让罗伊心中大惊 他急忙要来阿乔的手机 发现通话时间在七点零三分 也就是说 罗伊苏醒时 结马还活着 二人还有机会相见 思索间 末日再度来临 罗伊将儿子紧紧抱在怀中 向他承诺 自己一定会回来 随着第二百五十次循环到来 罗伊一路杀进维克托公司 从监控看到 布雷特在七点十四分 杀害的结马 那残忍画面 气得罗伊恨满乾坤 他带着滔天奴役 质问布雷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死亡的威胁下 布雷特不敢隐瞒 竹筒刀豆子般说出 自己曾发现结马启动设备 并引起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所以想要逼问出 该怎么关闭 这下罗伊已经搞清楚整件事 仅剩最后一项任务 拯救结马 他扣动扳机射杀 维克托与布雷特 举枪开始新的循环 罗伊醒来后迅速解决壮汉 纵身一跃 跳上直升机 一脚将士兵踹下 挟持驾驶员飞到维克托的公司 此刻杀手们刚刚接到任务 正准备出动 罗伊抢先站到门前 举起加特林开始扫射 随着所有死弹打完 杀手们稀里糊涂的被再次团灭 而罗伊也没有停下脚步 一路过关斩将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办公室 终于解决布雷特与维克托 成功救下解马 看着面前截然不同的罗伊 解马明白计划成功了 他解释说 自己早已发现维克托的阴谋 但因为一直处在监控下 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铤而走险 用罗伊的DNA启动设备 眼下解马只好奇一件事 罗伊究竟经历了多少次循环 不过罗伊并没有回答 而是如数家真的提起 关于阿乔的一切 看着他脸上幸福的笑容 解马明白 他真的变了 变得不再自私 变得关心家人 可这些改变对于此刻的情况来说 已经太迟了 因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关闭设备 那就是身为主轴的罗伊 进入核心 这样才能让时空连续重置 并恢复正常 可解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罗伊是会平安走出 还是会消散于天地 这完全是一场牺牲小我的残酷赌博 如果是昨天的罗伊 一定会毫不犹豫拒绝 但他经历了太多次今天 见证过 体会过太多次死亡 收获了亲情 赢回了爱情 如今的罗伊再无遗憾 明白世上存在着 比自己性命重要百万倍的事物 那就是家人 罗伊别无所求 在与杰马深深一吻后 义无反顾的走进设备 光影胶之下 他的面容变得虚幻 整个人散发出洁白盛光 耀眼的让人无法直视 一切还未尘埃落定 《灵秀水准》是上映于2020年的动作电影 本片演员阵容十分豪华 男主弗兰克·格利罗 也是难得当一次纯粹的正面角色 尽管时间循环的设定已经不算新鲜 但本片在这基础上融入游戏风格 再加上男主玩世不恭的个性 让整部电影都处在一个欢快的气氛中 而影片里的几场感情戏也是恰到好处 感人但不作作 煽情却不刻意 一切水到渠成十分自然 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爆米花电影 影片的最后留下一个开放性结局 小伙伴们觉得 罗伊能否关闭设备成功活下来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满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 拜拜